被动就生命的大事业 共同和大如来传言 Zither Harp 卫坛 西汉末年人 少年时和朋友一起逃避战乱 危急时刻 卫坛为了朋友的安全 不惧生死挺身而出 凭借一举化解了危机 卫坛请食的事迹 由此而闻名天下 卫坛 我们为了躲避战乱 从中原一直逃到这里 这里是没有战乱 可连个人影也没有 你让咱们怎么生活呀 是啊 卫坛大哥 这里还不如咱们中原呢 别灰心 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 朝着目标不断前进 一定会找到乐途 嗯 卫坛大哥说得对 咱们还是先填饱肚子 再踏目标吧 水 水 我要喝水 嗯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 我也听到了 像是有人在沙漠中遇难 咱们过去看看吧 不要去了 这沙漠里人烟稀少 要是遇到歹人 那该怎么办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 你们俩要是害怕 在这等着 我一个人去 魏坛大哥 我和你一起去 别傻了 说不定会有危险 那也不能让魏坛大哥 一个人去冒险 咱们是好兄弟 又服同享 又难同当 你们 你们 水 水 水 我要喝水 喝水 我要喝水 你要干什么 给他水喝 他和咱们素不相识 为什么要给他水喝 他把水喝光了 咱们怎么办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救人要量力而为 他这个样子 就算咱们把水给他喝 他能救得活吗 我们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渴死呀 你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渴死 难道你忍心看着咱们三个和他一起死掉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不要吵了 小黄 你说 咱们该不该救这个陌生人 我 我 小黄 别怕 你怎么想的 就怎么说 魏坛大哥 我觉得小一哥说的有道理 咱们不能为了救一个陌生人 搭上咱们自己的性命啊 你们 你们忘记了婆婆对咱们的恩情吗 婆婆 婆婆和咱们也是非亲非故 她老人家当年收养咱们 难道不怕咱们会拖累她吗 这 婆婆经常对咱们说 凡是人皆虚爱 在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典代 只有用真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大家团结一致 才能够渡过难关 婆婆的这些教诲 你们都忘了吗 魏坛大哥教训的事 我错了 婆婆的教诲我没有忘记 可这个人来路不明 谁知道他是不是坏人 你也说了 这位大哥来路不明 你怎么就一口咬定他是坏人 这 咱们这个年代为什么会动荡不安 还不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 互相怀疑 彼此不信任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态 怎么可能渡过难关 过上幸福的日子 要是你们不愿意把我自己那份干粮和饮水给这位大哥用 那总该行了吧 不愿意把你带回来 你们可以带回来 你带回来 这一人带回来 怎么样 发现人烟了吗 沙漠方圆几十里不可能有人烟 你睡醒了 我根本没睡 只是在闭目养神 那你不快点起来 害我一个人坐在这沙漠里 担心了好久 在下怡长宫 感谢恩公救命 请受我一拜 大哥不要这样 四海之内接兄弟 大家互相帮助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做的本分 小兄弟兄弟胸襟广阔 你的恩情 我怡长宫一定报答 对了 还没有请教小兄弟的大名 在下未谈 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 小义和小晃 看小兄弟的打扮 不像是这沙漠附近的人 中原战乱 我们几个人 是为了躲避战乱 才来到这里的 看大哥的打扮 应该是这附近的人 怎么会在沙漠中落难呢 其实我也是中原人 大哥也是中原人 不错 我是商人 在中原和沙漠之间买卖货物 不想这次遇到强盗 货物被抢 虽然保住性命 却险些死在这沙漠里 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强盗 如今这个世道 强盗无处不在 要想在这个乱世求生存 必须要成为强者 手中要掌握权力 要让别人畏惧 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 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小弟不同意大哥的说法 小弟认为强者不一定要掌握权力 也没有必要让人畏惧 真正的强者 是用德行去感化身边的人 使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 魏谭大哥说的对 小兄弟果然见识不凡 今天天色已晚 咱们暂且休息 等明天天亮 咱们一起寻找出路 离开这沙漠 出什么事了 我们的干粮和水都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 那个鱼长弓哪去了 一定是他偷了咱们的干粮和水 事情没有查清楚 咱们不能胡乱猜测 除了他还会有谁 让你不要救他 你就是不听 我们两个都被你害死了 当时一大哥生命危在旦夕 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咱们面前 你可怜一长弓 可他恩将仇报 现在咱们生命也被在旦夕 谁又来可怜咱们呢 你冷静一下 昨天夜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不能断定就是一大哥做的 你们别吵了 那边有人 我们得救了 小伙 小伙 先别去 小伙 先别去 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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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 大哥 大哥 是你 大哥 我们在寻找您的途中又抓了三个小孩子 好样的虎头 把他们关起来和其他的小孩子一同发落 是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干我们这行也经常填补饱肚子 把你们抓来 你说干什么 你们想吃了我们 我们救了你 你想要吃我们 你 你恩将仇报 你闭嘴 这儿没有你们说话的份 把他们压下去 且慢 大哥 把他留下 是 你忘恩父义 恩将仇报 我们交错了你 交错了你 大哥 这个小孩子 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我有话单独对他说 是 滚下 不要难为这小兄弟 你们退下吧 是 小兄弟 让你受惊了 不敢当 没想到 我卫谈竟然救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强盗 做强盗 做强盗有什么不好 我有的吃有的穿 又有那么多人听我使唤 在我这儿一亩三分地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皇帝老子也不够如此 你既然这么威风 怎么会差点死在沙漠里 那纯属意外 不过幸好有小兄弟你搭救 我怡长公是知恩图报的人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你报答我们的方式 就是连夜将我们的干粮和饮水偷走 那 那 那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带领兄弟们出去找吃的 他们都有收获 我做大哥的反而两手空空 还差点死在沙漠里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领导他们 那你就不顾别人的死活了 顾别人之前得先顾好自己 小兄弟你的救命之恩我没有忘记 你以后跟着我 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你让我跟你做强盗 我让你做这里的二把手 我不干 你不干 你可要想清楚了 做了二把手 在这里除了我 没有人敢不听你的话 他们不是真心服从我 也不是真心服从你 你说什么 他们服从你 是迫于你的因为 可他们心中不服 他们心中有怨气 怨气急久了 迟早会爆发的 他们敢 他们敢 你心里最清楚 你内心一直不安 我没有 你没有的话 就不会为了向你的兄弟显示能力 而偷我们的干粮 这 你不相信你的兄弟 你怕你的兄弟会背叛你 因为有始至终 你只把他们当作为你抢劫财物的工具 你根本没有真心关心过他们 他们自然也不会服从你 你不怕死吗 被你们抓住 我就没指望能够活命 我只想让你明白 不得人心的权利是不会长久的 你闭嘴 你 你救过我 我不杀你 来人 大哥 什么事 放了这小孩 放了他 为什么 让你放了你就放了他 哪那么多话 是 那我的朋友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 这 你再说 我马上下令杀了他们 带他走 是 救命啊 救命 小义 大哥放你走 你就快走 不要多管闲事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快走 快走 魏坦大哥 魏坦大哥 想不到你还记着我们俩 咱们快跑吧 不行 咱们要把其他的伙伴也救出来 他们那么多人 咱们怎么救 一定要救 我 小孩子逃跑了 快来人 站住 站住 小子想逃跑 不想活了 干脆现在就把咱们主力吃了算了 好 好 吃了算了 大家别着急 现在大哥和虎哥都不在 等他们回来再行发落 好 好 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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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怎么办 咱们先逃出去 再想法子救其他人 嗯 也好 大哥 这荒山野地哪有宝藏啊 我刚才借着月光看到这里有金光闪动 下面一定有宝物 快挖吧 哎 大哥 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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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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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快逃吧 我要救人 你还救他 你疯了 救人要紧 傻瓜 小黄咱们走 咱们不能丢下魏谈大哥 不管 两个傻瓜 你为什么还来救我 我不想眼看着你死在我的面前 我曾经想杀你 可最后你还是放了我 说明你良心未敏 我和胡桃那么多年兄弟 到了危机关头 他竟然贪财枉义 你只是利用你的兄弟为你卖命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 这样也叫义气吗 我和弟兄们同刚共苦 有肉吃肉 有粥吃粥 这样还不叫关心他们 你带着他们不务正业 冒着被通缉的危险 打家劫舍 这样也叫关心他们 这个世道不打劫又能做什么 那边有人 在那边 他们追来了 快跑 站住 大哥 你没事吧 是您抓住了他们 大哥 这三个小孩总是想着逃跑 兄弟们的意思 现在就主了他们 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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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弟兄们的意思 大哥 水已经开了 咱们今天先煮哪个 祝他 不要助我 不要为难我的兄弟 不要助我 要助先助我 魏唐 你 不要说了 我们是好兄弟 如果一定要死 让我先死 我们三个人 我最高最壮 肉也最多 你们要吃 先是我吧 小兄弟 我们今天只主一个人 你没有必要替他受死 我们三人 不分彼此 为朋友而死 死得其所 人死了 一切都是空谈 人都有一死 我今天为朋友之意而死 死得心安理得 你整日打家结社 弱肉强食 表面风光 可是你心安过吗 大家都有父母 有兄弟 有亲人 你们在外面做强盗 在刀口上过活 难保没有伤亡 你们忍心让亲人们 整日为你们担惊受怕吗 大家将来都会有子女 他们得知自己的父亲 是做强盗的 他们会怎么想 你们如何面对他们 大家想过没有 你们做强盗 为的是什么 不管你们为的是什么 你们做了那么久强盗 你们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 现在这个世道 不做强盗 又能做什么 正因为现在世道不好 我们更要团结 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 互帮互助 才能共度这个难关 才能创造美好的家园 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共同努力 开辟脚下这片土地 只要大家心中有目标 齐心协力 一定会成功 小兄弟说得对 我们不能再浪费光阴 做没有意义的事 我同意小兄弟的说法 你们去把其他的小孩放了 咱们一起重建家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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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谭的一举打动了强盗 他们和魏谭一起 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我和魏谭的一举 我和魏谭的一举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涛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怀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怀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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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文宿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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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人一起在甘露实施 你已经参加过十场 明天我们要去新主 明天是大日子 元宵节 你已经参加十场 一场有两千人 你要看到两万个人 一起在放生 一起在修行 一起在焉供 我要把这个功德都回向给你 你得到了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所做的善恶业 恶业不会消失 善业会不会消失 而且这个善业 你已经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个善业直到你成佛都还在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善业的功德 都来回向那个苦难 所以逆境来的 怎么修 所以福报跟业障一面之差 看你怎么修 但是不要被境界转掉了 当然各位有家庭比较困难 有些妈妈拜佛很客气 很客气客气 小孩在看困什么 我带人家帮我困什么 你对自己人太随便了 了解吗 这样也不行 拜佛的目的就是要 准备面对家人 好好地把它当做阿弥陀佛 你要因为你的家人 是跟你感情最密切的 你最容易随便起心动念 因为你对他付出很多 所以你对他要求更多 知道吗 我给你洗衣服 你说我回来吃饭 洗得破掉 就变成这样 我老婆过去不要洗好了 不要洗得不好 不要洗得破掉 我妈妈如果跟我爸爸查讲 不要给你洗 因为不甘愿嘛 不甘愿嘛 对不对 就像那一天 我讲70岁的 70几岁的老婆 我打死他80岁的老公 对不对 用耳朵说得死 因为他很生气 一辈子的怨忠也发出来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哎呀要赶快转化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是学佛的 我是观音菩萨 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 我被你欺负 哪有我在被你欺负 一切都是我的业障 我只是你帮我消消业而已 被骂是不是消业 消业 所以我想一个人修行 要学慢慢的柔和 降低自己 不要凸显自己 处于下等的地位 故意要让自己这样 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我们要生活的是悲心菩提心 时间佛陀的毒